我們看第四題 他說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的一半 是頒發給科學家高坤 以表彰他對光纖應用的貢獻 那他說下列有關光纖的敘述哪個正確 我們看A 光在光纖中傳播是利用的全反射原理 這對 光纖的話,他的構造是這樣 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是核心 外圍的話 這是外圍 核心的折射率比外圍的折射率要大 所以你射過去的話 如果這個角度大於臨界角 他就會一直產生全反射 能量的話不會跑到外面去 他的基本原理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是利用光的全反射原理 這對 這樣看B 這個我們叫M1 這叫M2 M2折射率大於M1 這樣看選項B 光纖傳播光訊是利用光電影是錯的 A對的話B當然也是錯的 他是利用全反射的 C 光纖傳播光訊號容易受到周圍環境電子波影響 不會啦 他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也是錯的 那個銅線就會了 銅線的話 他那個 傳避訊號是靠電子 電子的話 他很容易受到那個電子波的影響 好 再我們看C再看DR 光纖僅能傳播由雷射光所產生的光波 這個普通光也可以啦 只要你那個 露射角的話 大眼鏡角的話 就可以傳播了 所以這個不一定 不一定 好再我們看 1 光纖軸心部分的折射率 較外圍部分為小 這錯 這裡的折射率比他大的話 才有可能產生旋反射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擇A